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修佛要修就成道 这么年轻我们辞职去全职休息 那么就去正道 这个11年接触法 12年辞职到现在这么多年了 简单的去满足一个思索的 真的要下决心了 因为他跟人世间有些东西是 刚开始是冲突的 刚开始你还达不到分别境界 那只能是偏一点 比如就偏近啊 因为你一旦去修的有一点功夫的时候 再混合成历练 不断的历练 先小心的护持自己的心念 护散护念啊 护持自己身心的啊 就像大菩萨们都是入室的修的嘛 都护持 但也要护持 虽然没有那么多戒律书父 但要散护念 散护自己的六根要清净 刚开始耳根啊 也没有那么多分别的时候 就少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 少听那些不该听的事 那慢慢清净让自己 然后全身心修 定力很好的时候 然后佛的空性症状 越来越圆融地 用用在美戒势里的 你就可以出红尘历练 在美戒势里的 就像你们夫妻俩修 这个真的太好了 他俩都是夫妻的 对啊 就没啥障碍 就不会说你要避个关 避失贴把贴 他还得少了不痛 是吧 但是师父我们心处清净 你们分别执着 之间 不用担心 你们活得很好 未来越来越好了 因为未来 以前修学的很苦 真正是修的 未来会越来越好 哎 自己没死 看了师父就觉得看到希望了 我希望你们看到希望 我就是做微笑 你们看到希望 我觉得 因为我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 一个在家 我不出家 就是希望有一天能证明 在家人可以成父 就是你在家也可以成就 就是说 不是说一定要去出家 一直在红尘修嘛 嗯 那时候你 嗯 在思考我这个问题 为什么出家 我当时很想出家嘛 当时那个时候 狂热的想出家 有一段时间 但我的师父说 你不能出家 让我留在红尘嘛 然后说 因为很多人 因为这个出家才能成就嘛 很多出家 出家人很多了嘛 但留在红尘修行的 尤其女性很少 所以让我留在 因为我 他说你披萨加沙以后呢 坐在这儿 世俗大家的 就交流起来好像 而且有些情欲啊 什么这些话题 我是不能谈的 我一出家一辞见 你就不能谈这些 而在红尘里面 现在 会影响更多人 对 现在很多众生 都现在情感家庭 轰应里面 你不去体验个经历 你就没办法 给大家交流 大家的苦 你没办法去理解 而且大家交流起来 你没有实证嘛 你没有在家庭 你没生过孩子 没有在家庭里面 历练过 你不知道红尘离婚是什么 你不知道结婚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她的辛苦呢 你老婆这样谈 你不知道我的苦 对 你对不起 对啊 你就会觉得无所谓啊 因为你容易嘛 对 你拍拍屁股 你觉得这有啥呢 为什么要哭呢 但她真的苦啊 你就不理解嘛 但是走出家来 尤其是过去几日 你出家的话 第一是你红法和真苦 因为你出家人嘛 你肯定每天就是个讲法 你在家的讲法 还觉得你不务正业 而且出家人一说女的 你又是在家人 这叫白衣说法嘛 就觉得 这可能不行啊 她就觉得你在红尘 你怎么能修成呢 而且你还生过小孩 结果 所以她会 就是潜意识定念 就开始排斥你 还有你在家有很多障碍嘛 你还要解决家人的生活问题 你还要上游楼下游小 你还要照顾你 然后你在家就比较难嘛 其实佛陀当时 需要很大的力量 留在在家 其实真的 我觉得在家修行比较难 不逃避 不逃避 就是担当 你干担当 还要担着 这个不过也 另一方面 就是跟你有缘的弟子 在家的还是怎么出家的 因为你跟你有缘的弟子 都在家人 你不了解他们的苦 你是没办法 对话 叫怕他们 嗯 因为那会儿 好喜欢出家 我甚至喜欢袈裟 喜欢袈裟 喜欢袈裟 那个衣服 觉得好舒服啊 一个大袍子 好舒服啊 这衣服 都快进了 你竟然在家也穿 你竟然穿一个大袍子 对 我一般说 还不一样嘛 舒服 是 所以那个时候 出家对我诱惑太大了 现在 现在没事了 你竟然 出家的饭也好吃 寺院的饭也好吃 衣服也好看 诚重木骨也好听 啥也好 诱惑了好久 对吧 后来这也不对 好像分别了 请不过